地中海时代进入到大西洋时代 原来欧洲的传统的商路和贸易中心在地中海沿岸 对吧 亚德里亚海 对吧 非常好 地中海沿岸 现在转移到了 新韩路开辈之后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现在 今天世界上24个发达工业国 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 都分布在大西洋两岸 而且是北大西洋两岸 对吧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北大西洋两岸 所以你加入什么组织最牛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多大一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加入不发达国家联合团 你这累 丢不丢人的 请单欠也不能去 这是对于欧洲好事 对于美洲 第二个 美洲 美洲 印第安人遭到了种族灭绝 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 当时对于美洲来讲 确实没什么好事 因为当时他谈不上说 怎么开发建设美洲的问题 谈不上开发建设美洲的问题 他就是说整个美洲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1800万 65年后还剩23万 几乎遭到了种族灭绝 什么武器这么有效率的杀死印第安人呢 不是 那会儿 对 就是传染病 传染病 那会儿西班牙的军队也是以冷兵器为主 为什么印第安人打不过西班牙人 是因为他们连铁都没有 连马都没见过 所以他打不过 他太落后 他的原人社会 你铁制兵器 对他来讲就是最现代化的武器 当然他也有部分火器 火器很落后 他主要是靠传染病 西班牙人很坏 把什么天花霍乱的病人用过的东西给印第安人 天花病人盖过的毯子 他给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如获至宝 没见过这玩意 一盖一撮人全死了 咱们说得一个病毒性感冒 一般感冒咱俩药都不吃 吃不吃反正一个礼拜 病毒性感冒 咱俩吃点药 打一针 他得着病就死了 整村整村的死了 他身体一点免疫能力都没有 人家这块大路这么干净 几千年人没这病 所以全完了 大路很纯净 所以传染病一来灭顶之灾 非洲 贩卖黑奴贸易 一年人都给灭绝了 你让什么人劳动 你让白人劳动去 不可能吧 所以出现了什么 黑奴 把非洲人给卖到美洲去 贩卖黑奴 贩卖黑奴的成本极其低廉 捕捉一个黑奴 运到美洲 获利是800%至少 八倍的利 所以白人就都到非洲去逮黑奴 拿一个股糖往地上一搁 他就从树上下来了 弄手 400年间 非洲损失了1亿精壮劳动力 这1亿人运到美洲的是2000万 8000万死在路上 就是说运10个人只能到几个 俩 无所谓 我卖一个获利800% 卖俩就是16% 我这本就怎么样 回来了 我就稳赚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我无所谓 死了 光就扔孩子了 印第安人是 黄种人 跟我们一样 黄种人 是吧 宁可站着死 绝不跪着生 骁勇善战 黑人比较温顺 你让我躺着 我就不坐着 你让我坐着 我就不站着 比较温顺 所以运到那里 还叫落地生根 一下就多了 还叫多了 今天几乎所有的美洲黑人的祖先 都是哪人 非洲人 你奥巴马也是 当然他爸不是黑奴过来的 他是移民二代 移民二代 你像鲍威尔将军 什么赖斯国务卿 都很有可能 祖宗就这么过来的 很有可能 好多人都到非洲去寻根去 很有可能 我们家在哪棵树上 他在寻根去 哪棵树上 那树还有 没给砍了 没砍 那不练大量钢铁 没事 没砍 对于亚洲来讲 新航路开辟初期真是好事 为什么 白银大量流路 因为他要买我们的什么 香料 茶叶 丝绸 白银大量流路 咱中国就是新航路开辟 咱就发了 是吧 咱使用的白银占世界一半 6.5万吨白银 哪来的 哪来的 对吧 哪来的 西班牙帝国400年间从拉丁美洲弄走了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 是吧 如果把金银打成一米宽的桥可以横跨大西洋两岸 是吧 那么多 他该弄走 该弄走 是吧 这些东西就相当多的一部分流入到了中国 你看那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 那个银元是什么呢 墨西哥英阳 西班牙铸造的墨西哥英阳 那个时候是国际硬通货 那那阴阳是国际硬通货 你明白那意思吗 发展 很快 发展很快 是吧 最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有这么几点 大家记一点 记一下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第一点 就是 欧亚非美 建立了直接的商业联系 初步形成了广阔的 这就是初步形成了世界市场 欧亚非美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写了吗 孩子们 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写了 第三点 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 开始了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 开始了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 在新航路开辟以前的世界史 只不过是地区史 世界没有什么 联系 唐三藏上印度取个经 一千多年来史不绝书 就写这件事 今天要有和尚去印度取经 值得写吗 可能每个小时飞过去一个 对吧 你还写的干什么 明白这意思吗 你比如说 八世纪 亚洲 唐帝国 东亚 南亚孔雀帝国 西亚阿拉伯帝国 东欧拜占庭帝国 西欧查理曼帝国 这五大帝国之间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安史之乱爆发了 阿拉伯帝国知道吗 不知道 对阿拉伯帝国的政局有影响吗 没任何影响 没任何影响 现在哪国家一发生内乱 联合国就得说这事不能这么干 就政变了 你看泰国发生政变 咱中国人全回不来了 飞机就去接他去 对吧 这道理就在这 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形成 而且 这个 第四 欧洲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 欧洲的 就是说他这个文明成为这个强势文明 欧洲文明 成为强势文明 改变着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 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咱们中国人 我还是强调这个 我们今天穿的都是西装 你的生活方式完全西化了 中国人过什么节 我觉得最热闹 我觉得阳节最热闹 圣诞节了 情人节了 最热闹 真的 中国人过阳节不热闹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又平安夜那天晚上 我是买了国家大剧院的戏票 我看戏去 我没这印 我没这脑子 说那天晚上是平安夜 我跟我爱人们俩上国家大剧院看戏 那不是抱我开车去 我们坐地铁去的 回来差点没给我们俩几吐了 一帮小丫头小小的脑袋带妖魔鬼怪的玩意 就跟牛牛魔王的 一到西装 我们俩看完蛋了 无命休矣 我早知道这时候是今天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 我先说这不是平安夜吗 我没得不走这根军 咱从来不过这节 日历上没有 怎么回事 这都谁想起来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那帮人都是基督徒吗 不是 教堂周边戒严 交通管制 你至于吗 中国有那么多基督徒吗 那不可能要能够基督徒党早急了 就能好取地了 就跑了公伙了 党早急 玩玩 好玩 好玩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 欧洲文化 它是一种强势文化 强势文化 那回我听一个课 老师讲课 也不是讲什么 说老师讲课 特逗 春节要成为世界人民的狂欢节 还问学生 你们有信心吗 比如说 有 我说你太会搞了 春节要成为世界人民的狂欢节 你问学生有信心吗 你问美国人有没有信心 你问咱们有信心 我们中国成为世界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了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你扯吧 那会儿 你问谁呢 对 印度还说他是呢 太搞了 你不可能 春节连中国人都快不过了 对吧 你要不放假 你问中国人过了 都快不过了 你还得说是世界人民的狂欢节 你自己都不拿它当回事 你自己都不拿它当回事 是吧 这很有意思